美眉重牌NBA历史前世巨星 库里勉强押迁邓肯利亚科比 NBA每年的休赛期 各大体育媒体都会对历史球星进行排名 今年也不例外 随着库里拿下生涯第四冠和首个FMVP 他也来到了历史前世的讨论当中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份榜单是否合理 10.斯蒂芬·库里 如今的库里已经是四枚总冠军戒指 已经两座常规赛MVP奖杯在手 已经足以进入NBA历史前世的讨论行列了 这一次被挤出历史前世的是张伯伦 张伯伦的排名其实一直都是个谜 有些榜单甚至把他排在历史第二 但有些他连前世都进不去 看来他们这次排名的顺序 还是总冠军成分看得多一些 张伯伦虽然个人成就非常高 但他的团队荣誉还是比较差 库里如今已经是四冠在手 而张伯伦只有两个冠军 虽然这两个人的数据还有荣誉 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但库里同样是历史级别的球星 而媒体显然是更宠爱这个现役的超级 所以库里能挤掉张伯伦 进入历史前世也没什么问题 叫拉里伯德 伯德本来应该是和魔术师同级别的巨星 事实上在许多榜单里面 伯德也是和魔术师差不多的排名 当你信数一下他的荣誉 你就会发现 伯德在历史前世的榜单里 总冠军数是最少的 他只有三次总冠军和两次MVP 虽然对比一般球员来说 这已经是高的不能再高了 但这是历史前十 所以他也只能处在垫底位置这里 但其实还是因为伯德受伤太严重 导致他职业生涯相当的短 如果没有那该死的伤病 伯德的成就将远远不止于此 乔丹都有可能被他频繁拿下 8.沙奎尔奥尼尔 奥奥胖应该是MV最具有统治力的中锋 所以说他的MVP数量很少 只有一个 但仅凭这些就去质疑他的历史地位 这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 奥尼尔可是完成了三连冠的壮举 三连冠对于荣誉的加成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历史上能够做到三连 总决赛MVP的人 除了乔丹之外 就只有奥尼尔了 巅峰期的奥尼尔就是无敌的存在 要不是后来和科比吵架 他们两个绝对不止这些冠军 四个总冠军足以让他进入历史前十 但一个MVP也不会让他排名太高 但是这些荣誉 已经足以让他在中锋排名里面独领风骚了 七 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作为我们 作为熟知的篮球剧情之一 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 不管是在美国 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科比的影响力都是无与伦比的 而两年前 他去世的新闻 也再一次让他影响力更进一步 整整20年的职业生涯 他的得分排在MV历史第四位 并且拥有五枚总冠军戒指 和一座常规赛MVP奖杯 科比的团队容易足够的多 但他的三连冠 是以二当家身份拿的 所以在历史排名上面 科比的位置通常都不会太高 并且只有一个MVP 也让他的地位降低不少 如果他能多几个MVP的话 科比绝对能够挤身历史前五 六 迪姆邓肯 邓肯是一名非常低调的巨星 这就导致了许多媒体 在排名的时候 通常都会忘记把他排进去 在他的19个职业生涯当中 为马斯带来五座总冠军奖杯 并且还有两个常规赛MVP 邓肯是毫无争议的 马斯队是第一人 在圣安东尼奥这座小城市里面 邓肯就是最大牌的明星 而且在大前锋的排名里面 邓肯也是历史第一 并且也是历史前史里面 唯一的一个大前锋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低调 导致许多媒体 不是把他忘了 就是把他排在很低的位置 但其实如果单纯按照荣誉的话 邓肯是绝对能够进前五的 五 比尔拉塞尔 只管瓦拉塞尔 由着MVP最多的总冠军 他的职业生涯 总共获得了11次总冠军 其中有9次总冠军 是他的球员时期拿的 还包括了一次巴黎安冠 还有两次是他当教练拿的 他也是MV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教练 拉塞尔可以说是一个新走的传奇 他的无数荣誉和记录 都是MV的传奇 并且FMVP这个奖项 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而且拉塞尔有5个MVP 按理说 他的11个总冠军 加5个MVP 绝对妥妥的历史第一人 但其实他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 MV对于防守球员都不怎么看好 所以他的地位并不高 4.艾尔文·约翰逊 魔术师是现在公认的历史第一空位 他不是一名爆炸的得分手 但他却能够带领球队去赢球 而且他也是MV唯一一个 新秀赛季就以当家球星的身份 带领球队拿下总冠军的球员 并且还拿下了FMVP 可以说是出生就满级了 他整个生涯一共拿下过5次总冠军 3个FMVP和3个常规赛MVP 魔术师和博德一样 两个人都是在生涯晚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选择了退役 只不过博德是因为伤病 而魔术师是因为艾滋病 要不是他们两个双双退役的话 也不会有后来的乔丹 3.勒布朗·詹姆斯 很多媒体在给詹姆斯排名的时候 都会把他排在历史第二的位置 但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喜欢他 按理说詹姆斯四个总冠军和四个MVP 是不能排在这么高的位置的 但詹姆斯是现在大多数媒体的宠儿 就算有一些媒体不喜欢他 也不会把他排在太低的位置 所以詹姆斯的排名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作为现役的NV第一人 大家都很熟悉他 詹姆斯现在是无数个记录的保持者 并且以后还会继续的破更多的记录 如果他能够再拿一个总冠军的话 那么他绝对能够稳坐历史第二人的位置 并且他会超越贾巴尔成为NV历史得分榜第一的位置 这现在对他来说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二贾巴尔 目前贾巴尔还是NV历史得分第一人 而且贾巴尔对于篮球之项运动的发展 也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整个70到80年代几乎都处在贾巴尔的统治之项 贾巴尔生涯拿下过六次总冠军 并且还有六个常规赛MVP 如果按照荣誉的话 詹姆斯绝对是不可能超越贾巴尔的 但现在很多媒体为了吹捧詹姆斯 都把他放在詹姆斯前面 而且贾巴尔在NV的历史地位相当高 现在朗塞尔已经去世了 未来很有可能由贾巴尔来颁发FMVP奖杯 1.麦克尔乔丹 乔丹是全世界孤人的历史第一球王 他或许不是荣誉和总冠军最多的人 但他绝对是最具统治力的球员 当年乔丹完全统治了整个90年代 如果不是他的好几次退役 整个90年代的冠军都得被他拿完了 10个冠军都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是他在的时候 其他人都只能是配角 5个常规赛MVP 3个全民线MVP 10个得分王 3个抢断王 14次全民心 10次最强第一阵容 9次最强防守第一阵容 实际上是不把乔丹排在第一的位置 那他绝对是不懂球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3到5秒 给我一个超级推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